君尊道 世上钱多赚不尽 草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新转坟 落得自家头百长 春夏秋冬男子间 钟送黄昏鸡暴响 请君细点眼前人 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 一年一半无伦少 或许看到了这首诗 停在了一年一半无伦少的 尘世当中 落寞当下 人生七十古来西 现在的科技发达了 现在的医学发达了 所以古来西已经不适用 现在可以活到八九十 甚至一百岁 可是前除幼年后除老是真的 我们以前读书大概读到二十五六岁 现在一读就是三十一三十二 甚至更长 这样子的话 前除幼年后除老 剩下的中间光景不多时 又有岩霜以环瑙 我们小的时候 环瑙课业 青少年的时候 环瑙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伴侣 等到 这年的时候 开始想到 职场 我们现在是跟 这个整个大环境 整个地球村 在赛跑 在竞争 到底我们会是赢家 或者是输家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 还有老年的时候 就要看 人家说以前是看学历 老的就看病历 病历一大堆都是一些什么 一些无法治疗的疾病 让大家看了 自己看了都心酸 都落寞 你看 所以说过了中秋月不明 中秋月是最明的 可是过了中秋以后 也就是人到了五六十岁以后 开始进入我们好像这个月的中秋一样的 就好像不明了 所以说四十岁以后 没有什么建树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工业一样 然后清明以后 人家说春天 春有百花秋有月 春天的百花盛开时节 到清明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到快尽头了 所以人生到了晚年的时候 就有点凄凉的感受了 花钱玉下且高歌 唐颖啊 唐伯虎觉得说 既然人生有这么多的不如意 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人生啊 所以说才说 急把 急需满把精尊到 世上钱多赚不尽 朝里官多做不了 各位朋友 世上的钱有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去算尽 可是我们可以赚的钱 少之又少 所以说 世上钱多赚不尽 然后我们不管在哪个朝代 都会有官做 可是有做官的人 不一定是我们做 如果是我们做的话 所谓什么 半君如半虎 也做官的时候怎样子 官大钱多就心转烦了 怎样子 不是烦恼钱花不完 不是烦恼官做太大 是怎样子 是因为这个官大要有 官大的责任 钱多要有钱多的职责 你官大的时候 你要照顾人群啊 你钱多的时候啊 你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啊 所以会落得自家头百早 春夏秋冬染指尖 你看一年一度这样子 春夏秋冬就这样子过了 所以说中送黄昏 鸡爆小 你看打中了 像三四的中打了 就知道哇 已经快黄昏了 早上一大早起来 公鸡爆小的时候 想说一天又过去的 新的一天又来了 所以唐银才会想到说 请君细点眼前人 不要说细点眼前人 前阵子啊 我才去参加高中的同学会 同学就有好几个人 就因为重病 因为车祸 因为癌症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的感受 就让人家有点想说 哇原来阎罗王送铁子啊 不是只送给老年人 所以你看我们清明的时候啊 看到我们旁边的那种 去扫仙人的那个坟墓的时候 看旁边有多少的那种坟墓 都没有人没有人扫 因为怎样子 因为很多的他的子女 或者是他的子孙 不是搬走了 就可能是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所以你看看 唐伯虎说 草里高低多少坟 你看那个坟有高有低 这样的高低啊 所以说叫一泼方土 所以一年一半无人扫 你看每一年都有每一年 看的那种荒凉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那种不好的感受 就是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的清明 就是一年一度的那种让人家 想说我们又过了一岁了 我们到底还有几个清明 可以来扫墓吗 那我们是现在为人扫墓 以后或许会 也会有人为我们扫墓 或许是我们的子孙 已经不要扫墓了 这个都很难说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一日一生 因为只有把一日当作一生 才是最确实的人生 才是最不会让人家觉得那种心酸的人生 那这样子 怎样子要 我们应该怎样子过我们的一生 才是最好的呢 在有一个影片上 就是叫做鹿状树的那个影片 有一只鹿啊 它一直跑 一直跑 想躲老虎 狮子的泪死 但是到最后竟不小心呢 因为太匆忙了 太赶了 都没有看到前面的鹿 就撞到一棵树死了 然后这个 这种影片让后学有一种沉湿 一种反省 对啊 我们人何尝不像那一只鹿一样呢 我们是猴每天非常心惊胆跳 唯恐一不小心就被老板炒鱿鱼 炒鱿鱼的一家老小的生活 就没有着弱了 可是我们却在无意间呢 把几十年的积蓄 投资在股票 基金上 然后因为失败而请家荡场 各位朋友 我们其实都很可能是因为省下小小的几十块 几百块 可是把一生的积蓄几万块 几十万块 几百万块 在一个不小心的决策 一个贪念下 给搞砸的 给抛入大海了 给抛贷股市了 那这样的人生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碎 很恶丸呢 到底我们怎样子呢 才是值得赞叹的人生呢 我个人很赞叹 德雷莎修女 德雷莎修女于1910年8月 出生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史科培城 十二岁的时候 她就立下志愿 将来要到外国去传教 从事救助穷人的工作 可是她舍不得离开她那可爱的家庭 各位朋友 德雷莎修女 听清楚十二岁哦 十二岁的我们大概还在父母的怀抱 在那边扭扭捏捏捏 强强抱抱的 我们怎么会像德雷莎修女这样子有爱心 想要去为穷人家 为大家传道呢 德雷莎修女十五岁的时候 家乡里有耶稣会的神户们 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去服务 神户们寄回家乡的书信中说 印度有关的一切 她很受很受的感动 这份报告让她决心长大以后 一定要到印度去工作 有一段时间 德雷莎修女在快乐家庭的生活 和旧事服务的奉献生活之间 徘徊 挣扎 十八岁那年 她终于选择奉献生活 随随天子的圣照 德雷莎做了修女以后 被派到加尔各达的圣玛丽女子中学 一所贵族的学校 做地理老师 德雷莎修女在圣玛丽女中 教书近二十年 而且做了几年的校长 看起来她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顺利 感谢观看起来